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机入世,主机你好 你好,大家好 当然要跟大家谈谈有关特朗普的内阁 其实很多重要的职位已经出来了 努比奥国务卿 这件事其实令到我觉得应该对中国不是很友善 而且这次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内阁 不是说之前那样浪浪浪浪 但是还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 这次特朗普的内阁似乎在建制中的人就非常少 也看到他是没有人的 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马斯伊要找,努比奥有没有外交经验 没有外交经验 最惯就是国防部长 就完完全全做了几年的士兵 或者是初阶的军官 你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那就可以做国防部长了 这件事实在令到我觉得有点彼夷所思 对于努比奥也是第一个拉丁裔的国务卿 究竟现在在玩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似乎这个强势内阁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肯定的 就是针对我去中国 所以和朱经营请教一下 节目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订阅《朱经看世界》 和带他上的频道 留言,点赞,分享,看广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喂,朱经营,怎么看? 大家好,今天我们今天录片的时间 是星期四 应该今早起床看到 就确认了 因为一直在存在 努比奥做国务卿 但是今早就确认了 其实所谓确认只不过是特朗普 自己的提责的名单 是不是确认都等到他参议院那边 有些位置是要听证的 就好像国防部长那些 有些职位他们不是说 你提就可以立刻做 但是有些是这样的 但是相信特朗普提到 现在在参众两院都已经 取得共和党取得的优势 大半数应该就问题不大 但是也都难保会有一些 争议性太大的 好像国防部长 那就是 戴卫尔也说过 就是找过电视台的主持人 做了几年士兵 就是完全完全没有经验 那就是 就是会不会过得到呢 都可能有变数 那整个picture看下去 那第一 我们的一路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 那么关注这件事呢 第一个是蓬佩奥 还有很多反华的特色的 这些这样的人士 鷹派 就在这个内阁名单 那首先一件事就是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其实我不是那么看重 那些什么人上来 就会改变到整个策略 整个 整件事 是不是我们做 他找一帮不鹰派的 我有不同的看法吗 我都不会了 其实 鹰派 不鹰派 可能 是我们想多了 而在 特朗普 找人的时候 他根本未必考虑 是这个人对华鹰派 还是不是对华鹰派 那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大家值得去 可以深入去想一下我这句话的 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全部反华 啊 特朗普就是想着 要利用这些反华鹰派 但是 其实是不是百分之百呢 就好像 马斯克 是中国的好朋友 他也和中国利益的一个 很紧密的存在 上去这么大间厂 和一路他的言论 对中国的看法都很客观 但是他都是一个 在整个 不过不要说你这帮打工仔 内阁这帮打工仔 那些官员真的是打工仔 真正 是影响到特朗普人是谁呢 是马斯克 他是特朗普的老板 是金主来的嘛 你们这帮反华 是打工仔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呢 我觉得 不是这么看重 他这个名单 到底是什么人 老实说 我们今天讲的奴比奥 我们香港人是很恨他的 因为他是搞乱香港 但是 他不去做这件事 有别人做 美国要搞乱香港 一定有一个人做 而 这个奴比奥 我也很恨这个人 你说他是鷹派 说他对华强硬 其实不如这么说 这条小丑 他就算是鷹 都是匿鹰 吃腐育的匿鹰 他不是去狩猎 捉一只兔子吃那些 那些金丢 这只鷹是匿鹰 等到腐烂了那些动物 发臭那些呢 他一见到有好处就去刀 这种就叫做匿鹰 这些是吃腐育的 吃垃圾的 这些人是古巴裔 但是他在古巴的卖国策 那些人就包装 古巴移民 移什么民 古巴跟你打了几年仗 你去美国哪有古巴移民 只有那些出卖国家 卖国策 好像现在有些人走了去英国 那些BNO 这些人而已 他为什么拿到美国的身份 这些东西 就是出卖了自己国家 去迎合美国的需要 那拿了美国的身份 那当然他是二代 他爸爸那一代开始卖国的了 那他这代人呢 就可能是美国出生的 他做的角色 所谓的反华 其实 是不是真的意识形态反华呢 可能未必的 只不过他一定要找一个类型 给自己 我要在这些政棍 我要在这个政界里面 冒出头来 我一定要找一样东西去打 去打什么口号 打什么牌 我们在那里见惯了 见多少 这些这样的变色狼 多得是 香港那些什么 卖泰国超市那些 卖卖 又说要反中 又说要抹后 又说不是啊 我都买大陆货的 多得是 就是 说你信他什么意识形态 其实很多这些 黄尸啊 黑暴啊 美国衣政棍 不要让都拿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是从高很多的 我们中国有意识形态 这个真正的意识形态 就是说 我们要共产党 以执政为民 为人民服务 这个就叫做意识形态 它是一个 一句简单的mission mission statement 是一个 是一个 信念 这些是一个 我们要信奉一个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最终是一个 叫做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这套论述 是一个mission 我们的一个 信仰 一个信念 这些是意识形态 那些人呢 不要拿意识形态来说 意识形态是一个 你是为了一个 不是为利益 不是为名 不是为利 而是你 我信奉这件事 去执行 或者去拥戴 去成为这个信仰的信徒 而那帮变色龙呢 特别是那些黄丝黑暴 我们见得很清楚 信什么样 上都停 个个都说 其实我不是反中的 其实我不是支持黑暴 我不故意走过 又被人抓了 那些辩护 如果你是一个信徒 你有意识形态的 你上庭就认罪 是 我是不喜欢中国 我是不喜欢特别政府 我就上去就是搞乱香港 我愿意为他们牺牲 也有的 有小部分 我觉得不足之分之一 我们看那些判辞都知道了 那些上庭的表现 个个都缩了 现在 我都说自己不是 特别是那些 我们2020年 6月30日前一天 宣布自己 我不是支持港独那些人物 当年的民主党的头面人物 李切勉之流 陈芳安新之流 个个都说 哎呀我们不支持的 我们不搞事的 这是什么意识形态 这些就是跟奴比奥之流 这些是叫做那些 鱷鷹 鱷鱷不是 鱷鱷 即是吃腹肉的那些 撿死鸡 这类的食腹动物 才叫做 是他们没有意识形态 那奴比奥这个人 是古巴裔的 那他一直做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很讨厌 如果你问这个人 值不值得我们争呢 我用争呢 就是尊重了他 就是争到他 起码做了些事情出来 他令到我受到损伤 受到伤害 但在我的看法 这个人叫做 就是讨厌 你死开 死正棍 你想捞政治游泳 你不要搞我们 就是你死正棍 就是很生气 就是 你说争这个人 就是说他令到你 受到实际伤害 其实没有啊 他都被制裁了 那他当然了 现在他的利益 就只是全部投资 在一些反华的部分 他能够值得多少 得多少 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政府是备了16亿五年 使用它 是用来作为反华言论 以及做一些叫做 推动这个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用来的 就是用来的 这个东西是用来的 那些东西 他没有在中国做事 他没有在中国做事 有一個很馬上面對的問題 中國要回應的就是 它已經被中國制裁了 制裁了之後 如果你作為一個美國的國務卿 外交部的頭 那你和中國是已經不能亂系的了 當然啦 美國來說也沒有所謂的 它到時又可以好像一些我們太空總署 他們太空總署跟我們 求我們拿月球土壤 你正在制裁我 沒關係 我跟你拿東西 你借給我就不行了 我們不會說你制裁的 可能他會這樣 但是不要理他 特朗普 我們分析一下他整個 picture 我們見到他找那幫人 每個都說反華 可能我的看法就是 他未必是 而因為李返說 我所以 point 你做這個位置 反而我覺得 他是跟他自己的立場 因為特朗普這個人 很廣告 一個是他做大獨裁者 一定一言堂 你跟我賺錢的 你要聽我特朗普說 我說這樣 就是這樣 他不喜歡有路的人 他喜歡就像盧比奧那些 這些賊鞋子 這條小子就乖了 因為他沒有人格嘛 這些 他們這些 賤種 賤到特朗普覺得 對了 你跟我做事 你不要以為你有什麼想法 我叫你做什麼 錯你都要做 唯一一個可以控制特朗普 就是他金主 就是馬斯克 所以整個 picture 看下去 他要請人們回來 雖然說 反華其實共和黨 有誰不反華 你隨便撿一件出去 都是以反華 反華就是基本的門票 你撈政棍在美國 你就要反華 因為你不反華 就會被打成通共 因為現在他一個 整個美國的政治氣氛就是 有些回到一個 麥坦石主義 一提到共產黨 共產主義 他們就會 打成叛徒 是一個白色恐怖 所以你整個政圈裏面 沒有誰不反華 所以我不會覺得他特意挑一班反華 而你想挑個不反華都很難 唯一一個就是他挑你 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 幸好你都常 我現在是金主 他地位超然 還有他那個叫政府效率部 這個部門不是在政府裏面 只不過是一個特別總統任務的委員會 這個部門 甚至乎他們這班人相信 他的經費都不用跟政府拿 不需要在財政預算出 馬斯克大把錢 要不要你撥款給我 只要你不用他撥款 你根本是政府控制不了這個部門 而這個部門有什麼事就打著總統旗號 我是總統特派員 我過來等於中國有些監察部 或者紀委 直接中央撥款 他都不用在地方財政的 所以他們地位超然 可以去advice總統炒誰 炒誰 改善哪裏 減哪裏人 這個部門其實馬斯克已經是角師 特朗普這次贏了選舉 馬斯克不僅僅出了錢 而是他整個策略 很多東西其實馬斯克是居公自衛 一做王者 他能夠做到特朗普 以他的財力和他的智慧 四年後也都可以做第二個王 所以我的看法就不是這麼 不是說這麼著重 哇 糟了 天鐵下來了 找了幾個反華分明 我的看法就是 本身你個個都反華 你隨便撿四件垃圾回來都是反華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照做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戴衛Sir 看看你怎麼看法呢 這個觀點很新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看法 因為我一向都覺得馬斯克 這次跟特朗普站在一起 其實那個危險程度都很高 他很多生意都在中國 由於整班人都是有關這個對話制裁 是力度很大的人 那當然了 每一國都反華的了 如果你說在美國的整個政治體制裏面 你說一個不反華的 真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又提到意識形態的問題 其實意識形態呢 我都幾同意柱英所說的 不過我是習慣用詞 那愛國的是一種信仰 我們相信共產黨做的事情 其實是為人民服務的 這個是崇高的理想 跟意識形態呢 我覺得呢 這一班友仔所說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呢 他們就是想壞了腦 就是為自己利益為主的 這是基本上我認同一個說法的 那但是呢 你說馬斯克這次 是不需要拿錢出來 就是不需要用到美國政府的錢 他自己的大把錢 沒錯的 但是畢竟呢 他說的是一個部 是一個部啊 部門啊 那這個部門會怎樣玩呢 這一刻都不知道 那特朗普其實現在呢 就密謀在做一件事就是 他呢 希望在參議院要過 他的這個內閣 我們說說內閣 其實要參議院通過的嘛 他就跟參議院的 就是 議長的候選人就說 他說 喂 你們要休假投票 休假 休假在瓜克休假 通過了幾分鐘之後呢 那我就休假呢 我這個名單呢 就可以實際這樣運行到的了 這個他的說法 逼那些議長去做 因為大家知道了 現在 眾議院 參議院 司法 各方面呢 都是在特朗普到的了 那你也可以說 民意都是特朗普到的了 因為他的選舉票 除了他選舉人票之外呢 投票的人數啊 支持他當然是超過五成的 那超過五成是怎樣的 有一半人不支持你嘛 就是少一半人不支持你 那你可以說民意都是他的 如果以一個這樣的選舉制度的話 那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會不會代表 特朗普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呢 我自己覺得未必的 那馬斯克 會和特朗普的關係 會怎樣去形成呢 因為我看到這次呢 那個效率部呢 其實有兩個人 一個是39歲的印度人啦 Vivi啦 另一位就是馬斯逸啦 就是兩個人一起去做 會不會覺得是 就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特朗普可能 就不是很相信 馬斯克自己可以搞到 因為騎著他嘛 兩頭馬車嘛 那又是因為印度瑞克在那裡 39歲 和你叮叮碼頭 那大家吵吧 就是玩政治啊 玩人心啊 總之呢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我就是一個王 還有這次呢 你說特朗普 是不是想做一屆就算了 我覺得不是的 他想延續他的江山 我自己這樣看啦 為什麼延續他的江山呢 就是 我要製造一個敵人 不特地 我還要培養我下一代的領導人 甚至令到我的兒子 都可以再上 好像布船和小布船一樣 就是再上 成為一個呢 真正的王啊 他是想做一個王 我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看到呢 曼斯其實都OK的 挺有了道的 說話很有條理 包括他在這個副總統的辯論 和民主黨的候選人 一起去聊天的時候 去討論的時候 其實他說的話呢 就是給美國的民眾 還有我的美國的朋友 都覺得他是OK的 我自己覺得 咦都挺有大將之鋒的 那跟著呢 他的大兒子呢 可能接管他的生意啦 有傳聞他的小兒子呢 就可能接班 但是都要幾屆之後了 那現在整個共和黨 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當然想為所欲為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一個 長遠的佈局的 這次就很不同的 為什麼這次一定要上呢 除了要對布登 對拜登進行的一個 復仇行動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 為他自己呢 未來的長期執政 以家族來說的長期執政呢 甚至有一天呢 將整個美國的體制改變了他 我想他是很想的 因為大家看到他曾經說過 我很欣賞普京的 是不是 我都很欣賞習主席的 他們好像可以無限連任那樣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真的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呢 去打破這個以前的規範 令到呢 實際可以幫到人民做得更加多 和現在呢 特朗普想要延續他的政治呢 是兩回事 他想再重新呢 形成一個家天下 這個是我看到他呢 今次就是我同學處境所說的 他今次是找一班人 聽不聽他說 這個是員工 不喜歡就火了 是不是 就是對他來說是沒有情講的 老實講 他是很有那個 我們中國古代軍王那種霸權 還有手段 就是玩得很厲害的 那今次的整個運動呢 我始終覺得 誰上來都是針對中國的 你拜登反不反華 其實你看到那些人 去找的人 比如布林文 沙尼文那些 都不是感覺很反華而已 但是起碼有經驗有經歷 是吧 但是他們都是反華的操作 都是做得很盡的 那這個是完全正確的 那但是問題來了 特朗普今次這樣的玩法呢 我覺得呢 他是想將整個 美國的建制派呢 是剷走了 這個剷走了 這個剷走很重要 因為你不剷走 我怎麼建立 我自己新的建制派呢 其實你現在內部 在顛覆美國 這個是百分百肯定的 那顛覆美國 我怎麼做呢 我就會令到我 成為一個真正的王者 我會令到民意來支持 我說什麼做什麼 甚至要改變美國的憲法 我都做得到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球證也是我 球員也是我 連所有的觀眾都是我的人 全部都為我搖旗勒喊 那這次的整個行動呢 我覺得 由這個角度去看呢 其實可以看得出 他和中國呢 就沒辦法談 但是 也都有人說 馬斯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棋子 就是和中國溝通 有什麼事 我們私底下溝通 那這個是有機會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我們所說的 都是一些分析 或者一些預測 甚至你可以說是預判 那但是 這些預判呢 其實對我們 對未來的中美關係呢 是有一些影響的 因為我相信我們國家 都已經預計了 我們要怎麼做 還有 也都看到 在拜登和特朗普 在競選期間 不是拜登 抱歉 是賀錦麗 賀錦麗和拜登 在競選期間呢 其實我們中國呢 已經逐漸強硬了 逐漸會告訴美國 你不要亂來 我有實力去對付你的 我們繼續做我們自己的事 美國呢 你要做你自己的事 沒有問題 你要怎麼對我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其實有實力 和你叫板的 不單是軍事實力上高 而且我們經濟貿易 金融各方面 其實也是的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見到很多的 譬如好像一些投資者啊 或者做金融的人啊 現在全部都湧過來香港 很奇怪的這個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美國可以去搞 可以去做 當然啦 Bitcoin升得很厲害 我想10萬美元一顆 其實都有可能的 甚至更加高都不定的 因為 喂 馬斯克很懂得玩的嘛 你看看 我給了兩億左右 我的市值多了三千多億 是吧 哇這件生意絕對做得過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馬斯克就應該是吃除滋味 應該知道呢 他要怎麼玩這個遊戲的 那有時候呢 都是好聽話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是專注在內政道 還有呢 搞定美國政府的內部 但是這個搞定呢 我想需要的時間很長 未必在兩年三年裡面呢 就可以搞定 當然啦 特朗普也說過 有一件事 他說 希望在2026年的國慶之前 美國國慶7月4日之前呢 就送一份大禮 給美國的人民呢 就知道我已經搞定了 這個我曾經在節目裡面 講過是一個變法來的 這個變法可不可以運作得到呢 我覺得要看一下 建制派 現在的美國政府內部的建制派 究竟可不可以應對著 特朗普這個改革或者變法派 變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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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央變化啊 黃金石變化啊 是不是啊 張居正的變化啊 這些變化派呢 是不是可以打得贏呢 就是彼此之間呢 應該會有很激烈的鬥爭 我們看回以前我們 中國古代的黨爭 都是一樣啦 是不是呢 你都變化 你當然要皇帝去決定 究竟行不行 因為皇帝最主要 我拿了最大的權力的 特朗普我覺得他想做皇帝 他不是想做祖土 是皇帝 我家族統治美國 令到美國呢 再進一步地 就是再次偉大 他覺得在他管治之下 他理念管治之下 美國才有機會 繼續再發展的 但是呢 問題來了 最重要的是掌握金主手上的 包括醫療集團 軍工集團 金融集團 幾方面的集團 他可不可以搞定呢 我覺得很難說 那這班是他的馬仔 是他的馬仔 是他的馬仔 就中間不需要協調的 所以他的政策 很明確地 他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的了 他這次呢 就會很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令到他民望呢 繼續上升的 做不到 他就把事情捏落 民主黨道了 是不是 或者捏落 那下面的人做不到事情 那我就再來 但是呢 這班呢 小丑 究竟可不可以幫到特朗普手 去令到美國改變呢 這一點 我是有點懷疑的 當然馬仔仔 是很好 因為他有交叉 他說會在網上公佈 說有什麼最蠢的機構 最浪費的機構 你民意去調整 這個玩法我覺得很棒的 如果看出當年呢 馬仔仔收購 他用Twitter 現在改成交叉 那做法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真的要有一個喉事 他真的要有自己的媒體 要不然永遠呢 就控制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這樣做呢 我覺得他鋪排得很漂亮 整體上的呢 很有計劃的 你也可以說馬仔仔很有智慧的 那對於一個特朗普 一個商人 或者是地產 或者是陰謀家 我直接可以說他是 那他的做法其實呢 兩個人是很配合的 那會不會繼續合作下去呢 這一點我過一天去觀察的 但是主經 我就想請問一下 在接下來整個美國的形勢呢 會不會呢 是變得 就是相對的混亂呢 以內政的方面 肯定的啦 那他這個所謂的議定的 美國名單 內閣名單呢 看不到什麼厲害的人 還有這個 也不是不配那個位置的 國防部長 那個這樣的人 Fox的主持 你選擇人 就是任人為親 你信我這生 首先從一個基本 你是不是找到一些厲害的人 出來做這些事情呢 我看這個名單 就真的不覺得了 那唯一一個 我覺得比較看好的 就是Susis Wills 就是他的 Chief of Staff 那個幕僚長呢 這個人我就有注意到的 他就叫Ice Lady 就是愛號的Ice Lady 叫冰寶寶 那這個人呢 就是一直都在做一些薄後工作 而這次選舉 他贏得這麼漂亮呢 他就是個 campaign manager 特朗普 特朗普 贏這個 campaign 除了 有金主 有馬斯克 賺錢 但是做很多 有些套路呢 我覺得 這個 競選經理做得 是有路的 是厲害的 那其他的人 真的不行 那特朗普 我都說 你找一群人回來 你想找一個 不反華的人 根本你找不到 所以個個都反華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是不是他 他的政策 他怎樣呢 首先一定要去對內 對內是生死鬥 對外只不過感上天花 就是說你搞定了 我權力 集中了 我沒有了生命危險 才有能力對外 對外 你說怎樣在全世界面前要厲害 推人站在前面 中國苦手清神 這個是你起碼有了生存 他對內是生死戰 是沒有命的 他如果輸了 對內輸了 被人搞到他 是生死之戰 所以他一定是先對內 民主黨的反撲 他現在已經動到 剛才大維常說的 有三個集團 軍軍集團 醫藥集團 華爾街集團 你現在做的事情 都是會動到 這三個肉 但是他會不會有些 都是deal來的 他現在說 我要動你 他讓你來講數 特朗普慣用招數 我就師子大開口 開展實價 我等你落地還錢 那他對內部 這班人 都是擺個勢出來 先空著你 等你來講數 但是有些什麼可能會 令到人家一定要搞定特朗普呢 就是他的復仇心理 他對民主黨的復仇心理 就是說你們這班人都追殺了我這麼久 搞到我差不多傾家蕩產 告我幾十條罪 罰我幾億 那他有個報仇心理 就會令到這件事複雜了 民主黨 要保住自己的命 不用坐牢 因為還有一個叫羅利島 還有一個叫吹牛老爹的 我們的勢心理 你自己跟蕩人士 他們那班客人全部大部份 都是民主黨人 民主黨alle的拜登那些 Clinton 那些 講的對於粉絲講的 他們講的口味相當之另類的 還有很多的 包括 Bill Case也去過羅利島 這個 這個炸彈呢 是超越了 Donald Trump 說怎麼去千秋萬世工業口 而她的仇恨這個人 她的性格很分明 她也不會說為五樓米吃腰 我為了大家companize 我不去報仇 我相信她一定會報仇的 因為她已經超越了一個做事 她當一個人膨脹到 我已經控制了兩院司法 總統寶座 民望這麼高 她追求的東西是會多過治理國家 或者叫社職 或者叫做一個君王 而是多了一件事 她報仇 是有些私人恩怨 民主黨對她的追殺 對她的人格的謀殺 搞她 她的心態 現在我大權在手 那我為什麼不用我權 她都說得明白 誰以前搞我的那些檢察官 我就要解僱了 You are fire 你當 司法是這樣的 美國 你當因為你的檢察官 你立刻不職責 你來告我 今天我操作 我可以解僱你 這樣的 就是找一個自己人來做 整個態勢 我覺得特朗普上台 她最頭痛還是民主黨的反撲 她要清黨 要縮清了異己 但是用一幫這樣的 我看到這個責任 她會相當頭痛 還有特朗普的經濟 她是做生意老經濟 她不是一個叫做國家的宏觀經濟 她看東西的角度 還是從她當年做一個叫做 相對一個國家來說 她那些叫做形頭小利 一百幾十億身家 It's nothing 我們中國隨時都發二十億美元債 打誇張這樣 發一萬億債 幾個人都搞定 埋了 特朗普她的眼光 我看她 她還未到國家層面的叫做識懂經濟 還未到 國家層面經濟不是那麼簡單 是政治 經濟 軍事 還有人心 很多東西加起來 美國的過去的領導人 真是有聰明的人 不得不承認 她立國之後 吸納了全世界那麼多移民 很多頂尖的經濟學家 科學家 都不是本土的 全部都是我們 她吸納了很多精英 而美國 現在的美國人 他們的先輩 的確是全世界 到處都打仗 打到 比堅伯南 歐洲 最頂尖的科學家 經濟學家 都去了美國 就是這幫人 是打了一個相當之不錯 挺好的基礎 其實到克倫敦 他們還是他們財政還有盈餘的 到克倫敦時代 他們的財政還未輸的 還是贏的 但是往後奧巴馬 一堆人個個開始就 為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天下覺得 賺錢那麼容易 那就開始軍工 三千元一個咖啡杯 一萬元一個屎坑 這些那麼離譜荒誕的東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是由過去那麼好的 全世界的軍事最大 就是中國沒有崛起 蘇聯就被他們水了 解體 大家可以想回那個時間 美國從哪裏開始腐弊呢 就是他最高崗的時候 蘇聯解體了 中國又被八九又拖了 是不是 歐洲的歐債又被他搞一招 那其實全世界都衰 他一家獨大一家獨好 賺錢容易 全民街路卡 是隨便可以找個工作 只要你肯做一定有功 在美國那年代真的 找東西做真的不難 很多朋友 香港人去了美國 讀完書出來做生意 他都說錢很好賺 在那邊 真的 有什麼中國賺到的 10元過來賣10元人民幣 賣10元美金的東西 這些錢是很好做的 市場是很大 需求很大 總之你有東西就賣到 賣到的錢賺 你打工你不用存錢 因為你一定有 下個禮拜要供 有薪出 你就可以還卡送 那就繼續賺 而銀行的錢 就多到 人都賺得卡的 一張不夠 十張 循環借貸 先生借人借錢 每天都找你 經過了這麼好的時間 就出現了 由民主黨上台 就是奧巴馬開始 就腐敗了 其實他的軍工 科學體 開始腐敗 也都是在那個年代 國家有錢 那些錢 沒有人監察 腐敗到現在看到 美國那個 國防部 五角大樓 買些東西 做一顆炮彈 是人家的10倍 或者100倍的價錢 所以我看整個 美國的內部問題 他是論盡過外部問題 所以我不覺得 他會將那個 以意識形態 和中國去競爭 這個是否定的 我不會認同 這個 美國是因為意識形態 和中國對 所以台灣就不是問題 台灣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 因為台灣是我們民主 和路人 所以我們美國 要保護台灣的責任 他們都會有 中國的 中國的責任 中國就是 我採面上 那張辦公室 那張桌子 那麼大 台灣就是辦公室 上一支圓支筆 不是支筆 是那支筆 尖那個小波 是這麼大的 就是不要說意識形態 不要自欺騙 台灣的朋友 不要再說 你再說 有些真的要丟假的 美國是我們堅定的盟友 會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 特朗普從來沒有跟你說意識形態 你不要自己拿出來說 所以我會覺得 美國對外沒有意識形態 是在說 周圍賺益 做契弟都可以的 特朗普能屈能伸的 他當年做生意時候失敗 他在水緊 他來香港和鄭玉彤 那些大媽撒傘的 他低得的 來到 陪著你笑的 看到人家鬥地 坐大姐的 吃完飯 坐大姐坐在床上去看看 怎麼坐的 他晚上會被陪走他坐 他已經很開心了 能屈能伸的 所以他不會為了一個 我要威 或者我美國要做 道德上的大哥哥 帶頭的大哥哥 應該有一定的威 一定的答案 他是一個 維利斯徒 當你捉到他的 要害 他契弟都肯做 所以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再提 美國是我們堅定的盟友 是我們的 民主和路人 是我們自由和普世價值 現在今天還說這些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構造 已經整件事都擺出來了 我現在不是跟別人說 你們這樣不是對的 現在事實擺在這裡 如果你們認為 不是 美國也是民主燈塔 給我們世界一個道德的標準 你贏了 我輸 我輸 我錯了 我向你學習 但他經常加了給你 我們要做人民的情緒 或者美國人民的情緒 製造敵人 製造外來的敵人 我們從來不做這些事情 還不玩這些事情 說真的如果中國要做很簡單 日本是我們敵人 我們就玩殘他 美國是我們敵人 我們就玩殘他 但是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原因是什麼叫人民的最大利益 不是製造敵人 而是更加多的朋友 所以我們140多個國家 最大的貿易國 最大的貿易夥伴 原因就是在這裡 美國在走的那一套 其實就是拉幫結派 玩東西 我要跟你說 你是我的盟友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 其實我是在玩你 在玩殘你 歐盟的盟友 玩得還要死 台灣你是什麼地方 台灣我去用你 是因為你還有利用價值 我隨時一個炸彈下去炸你 我都沒有所謂 炸台積電 一個不沾輪 還有我可以賣給你的 100%關稅我賣給你中國 你搞定去 沒有所謂 這個太遠了 不關我的事 哪裡有所謂的 就是處境所說的 那些意識形態大家是盟友 沒有了 已經剝光豬 跟全世界講得很明白的 我現在就是利益 我可以跟你利益 但是很奇怪 我這些西人總是覺得 我和你是盟友 是嗎 還有現在的歐盟那個外交 負責外交的外交部長 姑且說他是外交部長 歐盟外交部長也是說的 喂 中國好像是 只是競爭對手之如此類 喂 誰是競爭對手 你真正想得 李水哥是李老美 不是中國 中國是跟你合作的 中國是沒有制裁的 沒有的 現在特朗普說要加徵你關稅 其實之前拜登更害得更慘 不激 什麼什麼 要你給軍費 之類的 給些坦克過去 分明就是想 你們打死打死 歐盟整個就是代理人 北約就是代理人 是嗎 烏克蘭當然是代理人 全部代理人 有美軍派什麼過去 不派了 賣武器給你 軍工賺最多錢的了 賣給你搞定 你不賣武器 就繼續給我買 這個就是他製造矛盾 製造世界不平穩的一個最主要目的 就是我為了自己 讓美國再偉大 對吧 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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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什麼 你不是告訴你 我全部都是為你的 我不是為你 你妨礙我的路線 我當然會動你 你不妨礙我的路線 我更加明正言順地動你 因為你不會反抗 是不是 因為你強膽 你不反抗 民友 對不對 彎彎 你連民友都不是 你是垃圾 你搞清楚 唯一珍視你的 是我們中央 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想清楚 民進黨這一幫傢伙 國民黨也是 你明不明白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自己 推你自己 下去的心坑裡面 掩埋了你自己 當年蔣介石就是這樣做 所以什麼都聽完美說 老兵說你嚴格核打 對不起我動你 蔣經國當年就是這樣 噴血而死 裡面有個漢奸 將他的所有資料交給老美 接著就染了 現在台北地區 也有一些地方 是測到的 複射都很嚴重 大家可以查一下資料 真的這個情況 所以 對於台灣人來說 他真的要很明白清楚 你現在在玩什麼 你覺得現在過了一個好日子 其實在過了一個日子 隨時一聲什麼都沒有了 令到你血流盛喝 不是我中央說的 是老美說的 你的所謂最堅實的支持者 他這樣說 對於 美國的內部 我很同意的 外交那些 配菜 總之我繼續這樣做 繼續加關稅 我管你人民死不死 對不對 我明知道你不行 但是我理你也傻了 是不是 你有這個通脹問題 關我差事 是不是 我只要令到美國經濟更加好 我賺到誰 但老婆說上次 我虧了錢 今次我賺錢回來 你搞清楚 我繼續鞏固我的權位 你那些傻傻傻傻 投票給我 那很多民主黨人 這些民主黨人 就是我們叫左膠 什麼叫左膠呢 就是那個老是膠做的 對吧 也是一句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那這一件事 其實我們看到的 有一些人 真是很意識不太上路 他們覺得 我什麼都對 我總之所謂的 民主自由人權 說的 這些東西 哥仔 我們說了很久了 什麼民主 你都是選舉制度 中國的真的是民主 你連飯都沒得吃 說什麼民主 還有我之前 和A君在節目裡面說過 喂 美國的識字率 只有70%左右 有21%的人 是不識字的 喂你怎麼搞定 是吧 你搞定你就識字率先 是吧 什麼認知障礙那些東西 你這樣說得出來 你就沒話要說了 其實呢 老實說之前 美國的榮景 真的很厲害 就是大家覺得 美國是天堂來的 真的是 10元的東西 賣去美國 10元美金 喂多多少倍 7倍 這個數字很可怕的 我無緣無故賺7倍 我怎麼用休 現在我的朋友在美國 做事都說 美國老的錢很容易賺 哎呀 喂好厲害 為什麼呢 我們中國入口 一樣的 同樣的道理 那你加關稅 加1%關稅 那又如何呢 一樣照入 就多貴一點價錢賣過去 是吧 是吧 沒有所謂的 你可以打沉中國 打不沉的 但是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建立我自己的王國 那愛撥斯坦那件事 在羅利島呢 的確令到民主都很害怕的 所以我叫拜登 說什麼 拜登說 我會幫助你 去令到那個交接 非常順暢的 特朗普跟他說一句 政治是很殘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對不對 支持我不理你 大家總有批評特朗普 沒有這個風度 但是特朗普 說真的 當初他那種小器 別人都覺得 你不能再玩了 玩完了就借了 但是玩他不死 真是能不能生很重要的 我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特朗普 深深地看著拜登對眼 拜登就不敢看著他 因為這次他是輸家 特朗普是贏家 嘩這張照片真是厲害 有時間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先找一張照片 我把照片給大家看一看 那這張照片其實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一個贏了的人 對一個輸了的人 那種不蝕 那種的態度是非常之高傲 還有令到我覺得 特朗普這次是全贏的 但是贏的時候 他不要覺得這麼開心 你遇到的最真正的對手 是你自己 不是中國 是你自己 你怎麼面對你現在的問題 你現在的人手不足呢 其實你用隔眼來的方式 我承認你是劉邦 承認真的他是劉邦 劉邦是什麼 是屎井之徒 但是結果就是玩正 或者你是朱元璋 OK 沒問題 無論誰都好 但是你這次贏了 我們覺得也很開心 因為這樣玩法 最終玩殘的是你自己 不是我們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張照片 很特別的 大家看到特朗普 是比較低的角度炒上去 深深地望到拜登的眼 拜登的眼神是向下看的 向下看的 看著地下的 輸的人就是這樣 特朗普就很全 哇 喂 很殘酷 你看看 你這次很配合 拜登也是很配合 因為很多把柄 是掌握在特朗普的手上 我要告你就告你 你兒子也不幫有好結果 我用半角罪動你 因為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我是王者來的 不是輸了 你看看 拜步復活 哇多厲害 連蛋蛋都不想 我只是傷了我的耳朵 我還不趁機 有風洗盡你 是不是 這個就是重點 那對於我們中央來說 我們看到這一場 這一場 起碼 我們覺得真的很棒 老實說 我們更加可以去做 還有他有時候 不按照牌理出牌 對我們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他所有的盟友 應該都有一陣子 起碼這幾年裡面 我們可以再部署 我們可以重新再創一個高峰 讓特朗普慢慢 令到他形成一個美帝 那大家知道 特朗普叫什麼 是不是 叫川建國 拜老頭叫什麼 拜振華 拜登就振興我們中華 川建國是什麼 幫我們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 但是他現在想自己建自己國 那這個當然很開心 我們當然很贊成 你快點建自己國 建自己國 當然在裡面打山打死 內亂貧營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下其手 完全可以做到事情 因為我們不是針對美國 我不賣東西給你 美國是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你是不是也要買我們的東西 要不然你買其他的東西 說真的又貴又不方便 運到你美國那裡 就緩慢到不得了 因為你所有的出口 說真的我們中國已經是無人港口了 我出口非常快 價值又便宜 你交了一倍又怎樣呢 頂多7對2 或者遲下6對2 你也有好處去其他國家買 你買不買到呢 你說要制裁 那就制裁 寧德時代都說 你美國肯讓我進來 我一定在你那裡建廠的 不過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跟Tesla很有關係 會不會這樣放水呢 說你註冊美國公司 特朗普也說過的 如果你的車廠你要設立 公司說你美國設立 為什麼要墨西哥呢 在我那裡搞嘛 不要給墨西哥錢賺嘛 所以我們都經常說的 其他的美國的鄰居 是離上帝太遠 離美國太近 這一點大家很清楚的 一個為利是圖的國家 說真的 有內鬥這麼厲害 除非民主黨全面認輸 如果不是絕對有好戲好看 那特朗普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老實說 內部的問題始終是最嚴重的 外部的問題 只可以說我這樣想添花 還有這個選舉很特別的 誰籌款最多呢 民主黨嘛 為什麼到後來輸到離汗離辣呢 留下嘛 我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你是我的人 我要求怎麼做個數出來 英俊一點就英俊一點 是人一知道 你找個蠢材來做 比拜登還差 那有什麼意思呢 不如給特朗普試了 但是這個也是西方政治選舉的 一個非常可悲的地方 那好了 內部就是這樣 主席 主席 如果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補充 我想看看歐洲怎麼玩 歐洲怎麼玩 歐洲怎麼玩 最後一個造法 歐洲和美國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的 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這一班所謂的G7 G7或者G11這些發達國家呢 我覺得是很震的 是嗎 主席 當然啦 因為他當普這個就擺明這個 第一項 就是 他都擺明他 我不是講 跟你講 盟友意識形態 大家都是叫做 民主自由國家 這些廢話他都很現實 那些分成你說 就是有沒有好處先 就是說 黑社會 他自己說是黑社會 黑社會收陀地都是這樣的 你不用付費嗎 收陀地是當然的 他就一直就很不甘心 過去民主黨那些玩法就是 周圍去幫人家 派軍去這裡 保護這裡 保護那裡 那其實我覺得 特朗普有些 有些想不透而已 都想得透的 他不是不知道的 那些所謂的 海外軍事基地 山高皇帝園 是 擔撫的手段而已 就是不用想那麼多事情 沒那麼多事情想 只不過是 去搞多些地區的衝突 地緣政治緊張 那麼公平局就看 就是上下其手 那麼那幫所謂的 國會的議員 有幾個委員會 叫做什麼情報委員會 那些人呢 這幫人 每個都賭滿賭滿的 就是其實他們那個 在國會裡面 那些叫做情報委員會 其實那個權力是很大的 和他的好處是很多的 這幫人的延後利益也好 或者根本現在已經有利益 就是好像 佩洛西那樣 今天有一條 policy出來的 前一天就叫他老公去買股票 哪一家股票會 哪一家制裁的 哪一家可以掃清 他的競爭對手 那一家一定快 他們都知道了 那那幫國會議員 全這幫人都是在做這件事 那對歐洲來說 有一條針就放在歐洲 第一時間就說 我們應該要和美國買一些天然氣 液化天然更便宜 那可能你說 是不是便宜一些呢 就是不知道和什麼比較 俄羅斯是最便宜 不過他就炸了 那俄羅斯呢 那些人出來便宜 但是歐洲人呢 就不可以直接和俄羅斯買 中間給印度呢 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地方呢 就那些賭了一把之後呢 可能價錢都會貴的 有些人就說 馮德萊恩說這個 是完全謊話 但是用什麼角度看 他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如果你從黑市市場 買回來的液化天然氣也好 俄羅斯直接出當然便宜 但是通過了二手三手去賭 賭到歐洲呢 就不便宜的 那和美國買它便宜呢 你可以這樣說 你和美國本土FOB 美國落船價 不算貨運 即不是CIF去到歐洲說 你知不知道運費多貴 儲存費多貴 喜捨費多貴 即是你這樣說 都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說在美國買便宜 你去美國買自己拉回來便宜 便宜便宜便宜 即是你欠那條運費很厲害的 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 美國和這個世界 這幫G7 有特朗普在那裡 是令到這幫人 沒有那麼齊心 去對付我們中國 他們會有自保 但是這個不是同心同德 這幫這樣的 已經我對這個G7 這幫這樣的國家 那些人呢 是不抱於任何的希望 這些非不足類 其心必疑的 無論它因為特朗普的原因 會可能會對華政策有調整 沒有那麼尖銳 但是這個世界 我會覺得我們國家 不管你怎麼變 我們做我們的事 我們不是對著政權 就是對其他國家的政權 去看這個國家 我們要看人民 去中央化 我們和全世界人民都是做朋友 世界人民大權結萬歲 回到根本部 還原根本部 不要看政客做什麼 我們和全世界人民都是朋友 但是這個政客 已經沒有了那種國家 然後各有國家 但是每一個國家 你看那些西方 已經被這一套 自由選舉民主搞壞了 他們的政客當權者 政權已經脫離了人民 是因為所謂的民主自由選舉 是令到這幫G7 已經脫離了人民 所有的政客當權者 只不過是借助這個選舉 獲得了他的權柄 然後就憑權為張走牙 殘民以致肥 民主也 好 今天說到這裏 大陸先生 沒什麼補充 我覺得呢 要做契弟的 繼續做契弟 雖然特朗普呢 能上能下 他又不是契弟 他就說 我做契弟只有一筆一時而已 我會再想的 但是歐洲那幫呢 老實實說 基本上很多 所謂的大國領袖 都是契弟 這個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把柄 骯髒骯髒的事情 掌握在情報部門手上 那沒辦法啦 唯有做契弟啦 不夠乾淨 那我沒有所謂的 我就是這樣的人了 我沒有什麼的 所以我們是重蹈症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扶持一個契弟上來 繼續再去做事嘛 譬如好像索爾茲 馬龍那些 你看到馬龍之前很硬正的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會收到聲音的 一定有些東西在他手 所以這件事呢 我覺得 對於特朗普來說 他可以玩到盡的 對於特朗普說的最後一句 大家真是討厭一點 很棒的 很棒很棒 我們可以看回 現在這個世界 正正是柱京所說的 覺得呢 我們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作為中國人 我很認同我們 中國共產黨所說的 為人民服務 人民才是我最主要 所去面對的一個群眾 真正面對的 政府呢 一時而已 鐵打的衙門 流水的灌嘛 是不是 你現在玩這些 所謂的一些思想的陷阱 或者一些騙局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開心呢 是開心的 我跟大家說 因為大家覺得我可以做主人 但是他是騙你 你其實不是主人 你其實是奴隸之中的奴隸 大家想清楚 我們中國人民很特別的 很多時候 政府面對著整個世界格局呢 我們是會有變化的 還有不斷的調節的 最重要的 今次就是看一場戲 看看怎樣 看看怎樣滑 會不會真的完全 親近我們中國呢 不會的 因為大家要了解 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 無論大小國家 都是要靠民粹 而得到他們的職業 這個才是最嚴重 最可怕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了 感謝儲基卿 和儲基卿做節目很開心的 大家真的努力激動 你講的話 我講的話 大家互相討論 非常有趣 最後真的要提醒大家 你的訂閱 和你的點贊 你的留言 和你的看廣告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這幾樣東西呢 是支持我們繼續做下去的 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都要生活的嘛 所以抱怨你們都是說一句 記得留言點贊 訂閱 和看廣告 支持儲基安西街 和帶他上的頻道 感謝大家支持 拜拜各位 拜拜